每个蓝位置都可以 像那个年次这一蓝 如果今天也要做刚刚一样的动作的话 我希望也是一个 反正三种方法 制定函数也第四种方法 反正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实在想不出来 至少这两种方法应该是OK的 也就是第一个 这边有公司 如果先要把这个公司丢进来 让它自动帮我填满 然后另外一个就清除 按下去自动清除 不过是可能在下面多两个按钮 第一个是最简单 所以用丢公司跟这个清除 应该大部分都做出来 但是下面这个就可能不见得做出来 因为里面还是需要汇一些像format 像VBA里面的函数使用方法 所以以难度来说 上面这两种好像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那怎么 比如说我那个年次 我希望再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怎么做 一有没有可以先切到Video Basic 二的话呢 也许我希望 为什么我希望把它缩小一点 因为我可以不要挡住 有没有 然后可以一边看我到底要做什么 一边写对应的程式 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这个要丢公司到这个储存格 那当然你如果不想重写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拿这个清除这个sup 拿来做修改 会比较快 那改的方法很简单嘛 你就先先复制贴过来 那我习惯用拖拉加Ctrl键 那你可以先写一个叫年次清除 也许你如果不会写先写清除 清除好像比较好写 年次 清除 清除的话是这一栏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e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了 那你当然一直行 他就清不清 不过建议先不要清 因为里面公司我还要用到 所以我按下去他就清掉 那第二步的话呢 再把这一个sup 复制一个到底下 这就不是清 就这个 上面那个叫年次 下面叫年次清除 那可是问题 我需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放到这边来 那怎么做 所以其实你可以一样嘛 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来 不过放过来之前 我有讲过吗 你可以观察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一个 两个 如果钱很少你不用取代吧 你记得就把它再补一个就好了 有没有 如果很多像刚刚很多个啊 你就不要自己打 因为真的自己打很容易出错 如果没几个你就自己补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你应该不会做错啊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贴到这边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看里面有没有数字 2 后面这个不用改啊 这个就是 0.20的是那个lapse 这是左边算过来两个 所以要改就改这个 那这个怎么改啊 这个改就是算号算号 有没有 移到中间endend 然后放个i就可以了 那这就改完了 所以其实以后很多那种类似的东西啦 丢公式其实是 我觉得还蛮容易上手的 就是很快可以把eSale跟VBA做串接的一个好方法 程式不多 你只要学会什么sales 就是物件跟4回圈 大概你可以搞定很多事情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就善加的利用 尽量多用 还是很快哦 而且哦 像这个回圈里面还可以不只输出一个储存 一栏 你可以两栏三栏四栏 都没有问题哦 那我们比如说 我接下来把这个完成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复制 对不对 然后记得取消 然后再移到Visual Basic 把它贴到这个地方来贴上 那记得先改那个两个双栏套 再多一个 这边后面还有 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有没有 看得出来吧 所以如果你实在看不出来 有没有 前后嘛 如果你是在看不出来的话 不如你用取代好了 不然这真的是 还要好的眼力啊 OK 好啊 再来的话你就把这个二 像现在执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全部应该都是七十年次 我看执行 全部都七十 为什么因为 这个地方还要改 改的逻辑啊 如果你现在不想知道 你就对口诀嘛 刚讲过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 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 空格 空格 这样应该不是很难记吧 我看你多打个几遍应该也 这个也 不太容易做作 而且保证正确 执行一下 OK了 你要把以前的所有公式变VBA 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请你练习一下 把这个年次有没有 也把它改成VBA吧 那里面的话就是年次清除 我是刚刚把这个清除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把这个清除后面双以后再放个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